5月15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声明 美方正着手修改一些出口规则 目的是阻止某些使用美国软件和技术的外国半导体制造商 在没有获得美国的许可的情况下将产品卖给华为 什么意思就是任何包括美国企业技术的半导体制造商都不得向华为提供芯片 哪怕是中国的芯片企业想要给华为代工芯片也需要得到美国的允许 因为中国的芯片制造企业也或多或少的使用了美国的技术 当然了大家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台积电上 因为台积电的芯片代工技术是最先进的 一旦美国禁止台积电为华为代工芯片 那么华为就很难获得最先进的芯片 过去两年美国不断的打压华为 但是每次都被华为强大的备胎给击败 始终不能够彻底的打败华为 美国阻止高通提供芯片 华为宣布自己已经研发出芯片了 美国不让谷歌为华为提供操作系统 华为宣布有自己的操作系统 而且比谷歌的更好 美国纠集HD卡 蓝牙 WiFi 三大国际联盟维度曲 华为宣布有自己的存储卡 自己的超级蓝牙 虽然美国打不是华为 但是华为有一个弱点 无法生产先进的芯片 华为的芯片设计非常的先进 但是华为却无法制造芯片 需要台积电代工 如果把华为预誉成优秀的房屋设计师 那么台积电就是最优先的建筑师 设计师先进的理念 需要建筑师去帮他实现 按照原来的规则 美国是没有办法要求台积电 不给华为代工芯片的 因为台积电制造芯片的过程中 使用美国技术的含量低于25% 台积电7纳米的制程工艺中的 美国技术含量在10%左右 14纳米的美国技术含量在15% 但是现在美国则突破了下限 可能将这个技术含量降至无限小 这件事对华为的伤害还是比较大的 16日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特朗普的行为摧毁了全球制造业 供应链和价值链 中国将坚决地捍卫本国企业的合法权利 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华为等中国公司的不合力打压 另外中国还透露 如美方最终实施上述计划 中方将欲于强力反击 或设计高通、诗科、苹果及波音等 事情出来以后 网络上也有很多分析 但是有几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我没有看到有任何人分析 一、美国要求任何含有美国技术的芯片 不得向华为代工芯片 如果一些芯片企业无视美国的禁令 就给华为生产芯片会怎么样 二、有没有办法规避美国禁令 三、中国如何制裁美国的企业 下面我们就重点和大家说说这几个问题 我们先和大家说说 如果含有美国技术的芯片代工企业 为华为代工芯片 美国会如何的制裁他们 关于美国逼迫台积电禁止 给华为代工芯片的信息 其实早就有了 按照华为的优换意识 我相信华为不会没有任何准备 我坚信即使台积电无法给华为代工芯片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都不会对华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关于这点已经有专业的人士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我们简单的和大家说一下 目前华为的芯片主要设计物具和手机行业 对于物具来说 目前物具的机架比较少 需要的芯片数量也非常少 所以完全可以通过提前备货来应对 支撑2到3年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物具刚开始发展 作为先行的中国 在2020年也只不过是计划建设 50万个物具基站 就算加上全世界 总数量也不超过百万 我们就算多算10倍 也就1000万的量 只要华为储备3000万的芯片 足够保证这两三年的发展 两三年后 中国的芯片代工企业取得突破后 那时谁也没有办法对为难华为 关于这一点 华为透露出浓浓的自信 2019年5月21日的时候 任正非在深圳华为总部接受了 央视广播电视台的媒体的采访 面带笑容 而且非常骄傲地说道 在高端产品 特别是5G领域 绝对不会受影响 别人两三年肯定追不上华为 对华为真正产生影响的是手机芯片 华为每年要生产紧一步的手机 其实大量的囤货 也不能够坚持多长时间 台积电没有能力在短时间内 生产如此多的芯片 其实在手机端 遭受比较大的打击 但是我们依旧相信 华为不会受到太大的伤害 因为华为的背后 有时适应中国人的支持 有中国企业的支持 虽然华为手机 无法获得最先进的手机芯片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 我们不需要太先进的手机 1010纳米的芯片 足够绝大多数人的人使用 不需要什么7纳米或5纳米的 比如我就一直使用的是低端的手机 只要能够打电话上网微信等 就足够了 1010纳米的芯片 中国的代工企业就可以量产了 2020年1月 中芯国际14纳米实现了量产 量品率达到了95%以上 现在的问题是 中芯国际也有一些技术 是美国的技术 美国能够阻止中芯国际 给华为代工芯片吗 如果中芯国际违背了美国的禁令 会有什么后果 其实美国的禁令 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厉害 如果违背了美国的禁令 美国能够做的 无非就三点 第一 禁止该企业进入美国市场 这点中芯国际早就预料到了 2019年5月的时候 中芯国际就宣布 主动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 回到内地上市 我甚至怀疑中芯国际就是为了华为 为了物据 特意从美国撤出的 第二 冻结该企业在美国的职场 关于这点 我相信中芯国际 在美国也不会有多少的职场 中芯国际主动的从美国退市了 这就说明中芯国际对未来的中美关系 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了 自然不会在美国储备多少职场 第三 把该企业从美元结算系统中踢出来 中芯国际作为中国最大的芯片代工企业 自然在世界范围内拥有业务 一旦美国把中芯国际从美元结算系统中踢出来 那么对它的国际份额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2019年中芯国际公布了财务报告 营业收入中国占比超过六成 达到60.5% 欧亚地区占比为14.8% 美国的占比从二季度的27.5% 下滑到了24.7% 中芯国际主动的从美国退市了 所以我非常相信 现在中芯国际在美国的业务肯定会进一步的降低了 在美国上市的主要目的就是开拓美国市场 现在中芯国际从美国退市了 市场份额质量会大幅度的降低了 下面就到了中国如何的制裁美国的企业 在美国对华为进行终极追杀的时候 中国政府已经明确 如果美方最终实施上述计划 中芯将予于强力反击 或设高通失科苹果以及波音等媒体 中国政府为什么要这么做 制裁这些美国企业有法力依据吗 如果美国强行地违背了规则 对这些企业进行制裁的话 那么中国也可以用同样的手段来制裁美国的企业 美国可以通过无限的追折来制裁中国的企业 我们自然也可以用无限的追折的办法 来制裁美国的企业 如果中国禁止高通芯片在中国输售 国产手机就必须使用中芯国际的芯片 中芯国际的份额就会增加 就会有更多的钱研发新技术 如果中国把苹果手机挤出中国市场 那么国产手机的份额就会增加 韩国伤心的份额也会增加 如果我们把波音挤出中国市场 欧洲的空客一定会非常高兴 如果我们把美国的汽车挤出中国市场 日本、韩国和欧盟都会很高兴 现在不知道有多少国家在觊觎中国的市场 他们都巴不得中国把美国从中国市场上挤出去 相反离开中国市场 高通的芯片卖给谁 苹果手机的中低端部分谁来制造 波音通用汽车还能活吗 苹果、波音、通用汽车等美国的企业 都需要中国的企业提供大量的零件 离开中国他们根本找不到替代 即使找到替代 代价也会异常的大 那时他们还怎么和其他的国家竞争 离开美国 我们的商品只不过是没有那么高端而已 但是离开中国 美国的企业就直接的完蛋了 孰轻孰众 美国自己可以掂量 弹着银子 感谢观看